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 大荧幕背后的狼群下集 这部影片彻底颠覆了 我们对于狼的刻板印象 不仅顺从驯服 还能在恶劣的天后环境中 完成任务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中央警察大学 退休教师王欣欣老师 来到现场 王老师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在这一集 看到狼群它毕竟是有野性的 尤其是碰到一些状况 是直接去挑战它的本性 就会让它很容易失控 尤其有时候 可能他们在剧组 在安排的时候 没有那么仔细 多来了几只 他们不认识的迷路 就已经让这些 整个狼群骚动 造成失控的状况 那其实狼犬是狼跟犬的后代 在这个本性的部分 我想也是有狼的特质 不知道老师您在训练这个狼犬的过程中 有没有发生失控的状况 那碰到这种失控的状况 又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这个有一个情况 就是失控的机会 大概忽然率不低 除非社会生活化不够稳健 那为什么会有失控 第一个就是说 你狼犬本身从幼的时候 它的血统不正 那基因也不好 所以基因有瑕疵情况下 那自他长大以后就变成神经主 就是可能天性上头就比较容易神经值 神经主的狗 那么它在信念上 它就有时候会 稳定度就不够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这个狗从小在训练 一直到大训练 经过那么阶段的训练以后 你训练师或者主人 一天到晚再换 加上它训练方法不够正统 它情感上就不稳定了 对 而且它的训练又怎么样 不够爱心 或者是相当严格 这样的话 狗它会产生叛逸的心 它情绪善变 因为一下关它 一下关它 情绪善变 所以它也会有失控的感觉 那第三个就是说 所有的动物 刚刚你讲的 本来都有野性 所以马戏团的狮子 也一样会咬性受尸 对 这就是它野性 什么时候要发生出来 你不知道 那我刚刚讲到第一点 也许是不是它 本身就有神经质机 那在你的威吓的器物下 它就要认了一下 那第四个就是所谓的 外来突发事件的冲击 就刚刚我们片子里面 所谓迷路的照论 影响到也会受影响 这是外来的其他的因素 所造成的 那一旦发生了怎么办呢 尤其是就像你说的 其实像是一些狼犬 人跟人不怕 可是人会怕狼 尤其是狼犬它又那么壮 有时候它真的脾气一来的时候 那个样子真的很吓人 所以那么它在训练当中碰到会有几个心态 所以我们这里面也有 第一个是叛逆的心态 那在叛逆心态当中 你必须常华分明 然后要采严格的训练方式 当然是用道具 用绳子或者是其他道具 来控制它 让它来服从你的安排 那服从安排又 但这样的情况下 在训练当中让它怎么样 把它的情绪改变 可是把它的情绪压下去吗 对 那其实很恐怖 不是很恐怖 但是因为它对了以后 你照样会有奖励 所以它多了奖励 它慢慢地 至少主人还是很爱我 很关心我 它的心情也会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小孩子去 一个礼拜大概一天到两天 带到屋子里面和家人认识 那其他时间不要和小孩子洗戏 不要接触陌生人 这样这只狗的稳定度会很好 那因为你如果说 小孩子去的话 你必须怎么样 在游戏当中 撇它玩当中 导致它正切的观念 还不能让它们乱玩 要中间欲叫欲乐的玩法 对 所以要比较正统 而且导致它 然后慢慢地 让它撇开这些 爱玩的心态以后 它慢慢地 也是一样会好起来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什么 贪玩够冻的 你要用激素的方法去训练 用倒计刚刚讲的身手 然后缩小它的活动范围 因为它活动它会到处乱逛 那你就缩小活动范围以后 然后加上你平常多关照多爱心 慢慢地它就在你管制它的活动范围以后 也一样 正确的信任 然后又加上你的爱心照顾 那慢慢它已经就会 所以小孩子如果过动的话 你必须时刻在它身边去盯住它 那第四个就是说 所谓的这些生理因素或者是心理因素 那这种情况碰到这狗 比如说它生病了 那心念师不见得它是受益 它不懂 所以必须去找专家的受益来解决 然后就地 就它对症下 看它哪些方面 比如说它是皮肤病了 或者是什么 那这些引起它的不稳定性的话 会失控以后 那你必须要去解除它的这些疾病 所以其实这些失控的状况 也是要靠训练师很仔细地去观察 才能够去归纳出原因 做适当的处理 那在影片中 看到有一段的训练师 他的解读很有趣 就是当他失控的时候 他也因为这些迷路的关系 这个训受师也受伤了 所以他就心里面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他的那个 狄哥在报复他 那让他有这样子受伤的状况 我就开始觉得很有趣 这个狼或者是狼犬 他也会有复仇的心态吗 他们的这个心情 会跟人这么接近吗 会 狼犬因为他在他的一个 情绪的压抑下 但是为什么他不够 这个后然率比较低 因为你在经过从小 就现在社会化生活 他已经都稳定了 他复仇的机会比较低 但是有加上狼本身 他有灵性 比人的灵性还高 像我几个例给你听 就比较有趣 我们学校以前 我经浅说有六只狼犬 我在训练 一大早就训练 是 那结果其中有个同仁 因为他是喜欢吃狗肉的 又加上不爱狗 看到我养那些狗 他很火大 结果他就一直 结果没想到 有一只才六个月的狼犬 知道他来又知道 他吃过狗肉 因为我刚刚讲 狗的感那个灵性很高 他就感应出来 感应出来以后 结果他从他的脚后跟 就咬了一下 他就很气 他说我养狗咬 他就告状 这就是所谓的 什么样 仇恨心理 这个真的 真的很有趣 像是如果 我家有客人来 我们家的狗狗 真的也会 判断说 这个人喜欢狗 或不喜欢狗 喜欢狗的人 他很自然的 就会去跟他亲近 那我们也没有跟他说 我们这个朋友是喜欢狗 他自己真的会发现 那是他主观的灵性 所以狗的灵性比人高 真的好有趣 那除了复仇心理 他们还有哪些 有趣的心理 是您观察到的 像登山来讲 如果我去登山 我领口带一只狼犬 在夏天 因为狼犬 他有时候会求救 也有在世界的案例当中 也有去登山 那透过狼犬 因为我带着狼犬去了 狼犬跑到山下来求救 是 这个是比较 对狼犬的照顾主人 因为当然他已经 相持大概一二十年的信念 所以这个感情 已经相当丰富了 很重要还是人口一体 对 尤其是在野外的时候 特别可以感受到 他们很特殊的适应力 像我们影片中的这些狼 他们要去拍摄的地点 好辛苦 西伯利亚 冬天的时候是零下四五十度 夏天的时候也非常的热 光是这个温度的急剧 就已经是很惊人了 所以一般来说 这狼犬他们的适应力 也是这么好吗 是 先讲它所谓的分布的问题 因为狼犬整个分布 是在亚洲 欧洲 美洲 那还有中东这些 但它分布的纬度越高的话 刚刚讲过 越大值 那因为主要常常是人类 我们人类很奇怪 会把狩猎的行为来拿到和人类比 然后用人类的伦理的定义来 去解释 去下评断 或者是用人类的指寸来给它推测试 这是不对的 那有人就认为说 狗人类有理智 狗也有理智 那有人认为说狗没有理智 但是它有直觉 所以其实所有的动物都有直觉 那这个直觉就好 它是直觉的推测和直觉的行为 是发自然的 毫无意识 就无形容就自然表现出来 那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去喜欢它 就是利用这个直觉对狗本身来讲 第一个 它因为直觉上 它可以透过它直觉 去怎么样 去抓一些动物来维持生成 那消极的 它可以怎么样 防止我要来保护它自己安全 所以我们人类就因为用这个特性 可以利用它的直觉来信念它 来作为你推展任务的需求 当你的助手 所以就必须从小把这些狗 我刚刚讲过 带回家以后 从小品种好的就开始训练 正统的训练 然后融入你的人类的生活 工作在一起 那社会生活在一起以后 那么让它适应人类生活的因应 那而且还要带它出去 会透过环境和教育的改变 让它能够社会化 人们化 那这当中还要带它自己 和周围的其他狼犬 去彼此互动 让它认识两种 社会就是人类和狗社会当中 那这样的话 无形中就会把它野性 降低到最低 让你达到你所要的需求 是 所以它的适应力 并不只是对于环境的适应力 还有对于跟人之间怎么样配合 还有跟它的这些 同类的伙伴之间是怎么样配合 所以真的 它们的适应力就这样看起来 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 所以它能够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适应 那加上怎么样 它为什么能够适应寒带 它最主要的就是 它的身体的结构不一样 它有两层厚重的皮毛 那外层是比较长 而且比较坚硬 比较粗 那它是主要是在防水和灰层 那它内层的这个毛 是相当厚密 很致密 而且它是防水和抑寒 那它内层的毛大概是春末 夏初的时候会脱 然后到秋天 又长 再长出来 都在长 那长在里面 然后什么 它到它的冬毛 尤其冬天毛 整个抑寒 所以狼犬或者是狼 可以在零下40度到60度 在空旷的地方休息 不需要抖藏 对 我看它们趴在 趴在这个雪上都没事 所以其实它们的毛天生在冬天跟夏天 其实就会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对狼犬天气热的时候 不用帮它们剃毛吧 狼犬没有剃毛 因为它本身毛比较短 是 那另外想请教老师 就是其实它的幼年时期 是非常重要的 是跟训练师培养感情 然后融入人类社会 很重要的这个时期 那一般像这些作业犬 它们小时候 就跟它们的训练师住在一起吗 还是有特别照养它们的家庭 就像导盲犬一样呢 导盲犬也是 像它比如像我所了解的一个 有一个导盲犬的影片 那那个影片就主要就是说 它是小时候 所以要做导盲犬 和一般狼犬不一样 所以那个它有生了七只 所以有一只是有标志的一只 结果它用那个影片就 一看那个新年数一看 所以醉制狼犬相当稳定 其它一花在游戏 但那一只就不会 所以它这只来党盲犬最好 所以就抓到它的训练所 从小培育 然后一步一步教 这是第一个 那么狼犬喜序 我们就有刚刚讲过 就在繁殖比赛当中 从小就培养它 来训练 看它英才私教 那都是训练师在养它们吗 还是有寄养家庭 有寄养家庭 也是有寄养家庭 所以它没办法信念 就拿到我们这边的信念 那信念完了就交回给你 但是就是在训练的语言当中 从小以后要冠尸 要随主人或训练师要听 而且是因国家 或者是地义不同 那你像党盲讲 世界通用都是用英文 是 所以那个 《再见狗鲁》那片子 一个日本人瞎着 牵着那支 他用日本喊他的话 被他的信念式纠正 而且也不能大声 这就是语言当当 那我们像台湾来讲的话 也可以用台语 那也可以用国语 那一般像我们信念金钱是 按照德国的表演是用德语 这样子 所以所有的金钱是听德文的 世界通用 狼犬比赛大部分都用德语 是 那一般来讲 就台湾的这些狼犬的训练 都是用德语来做 做沟通的方式 这个是因为 这个是训练是共同的语言 还是有特别的原因呢 不是 不一定 因为有的训练是不懂的德语 所以他就没办法 他就用中文 是 所以因为它是我刚刚讲过 第一的不同 你国家境遇的不同 所以它没有一定的标准 没有没有 要看你主人要求 比如说我是主人 我的国给你训练 我希望你用中文 因为我回来才有办法指挥 当然 这个感情会多少差一点 那训练师的感情 反而比那只狗好 真的 所以以前就有人担心说 我的狗交给你训练 有没有暗号 你没有告诉我 哦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那想请教老师另外一个问题 不敢 就是我们在影片中会看到 这个训狼师有时候 对于导演的一些要求 会好像很难很难去配合 因为他们觉得不能够 训练是很难要求狼去做一些 他不想做的事 是 那我们在训练狼犬的时候 我们有办法去要求他做一些 他不想做的事吗 尽可能少做 哦 是 比如说我们作业信念当中 或者在警戒 像我们警察来讲 警察他所要用的是 或者是形容 然后就所谓的气毒 或者是爆裂物 那除了这些以外 你跟他无关的 你最好不要去训练他 为什么 让他会在工作上 有时候会 因为训练的 这个技巧的不同 以及要求不同 所以导致他会混乱 哦 是 会混乱 多少会受影响 所以就说 那么你会说 他说他已经懒洋 不想做的事 你再去训练他 他会更难过 和你工作有关的话 你可以用婉转的方式 来加强训练他 当他在不高兴的时候 那你要所谓的什么 这个时段要分明 该做的时候做 该给他休息 你不要说一直抄 抄了他 烈死了他 因为物己必反 他就不想做 哦 所以平常 你们在帮这个狼犬 做这个训练规划的时候 是 怎么样是比较符合 他们这种人性化的需求 那应该说狗性化的需求呢 大概比如说 像中午的时段 我们净可能就不要 那你会问说 那万一 中午时段要司去指寻请�oo呢 那一样 因为等到最真正需要 请勿也需要 你中午吃宜没有 那是 那是少数的状况 他是沉睡 半睡的狀態 他有兩個神力 一個在睡眠 一個還在作業 那兩個會交換 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在休息的時候 他都還是在緊急狀態的 所以他的緊急性蠻高的 那我們其實在訓練的過程中 時段的選擇很重要 他太累的時候 不要去硬逼著他做 那可是這個賞罰又要很分明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舉幾個例子 怎麼樣利用賞罰的 這樣子的效果來 提升學習的狀況呢 反正在訓練當中 任何一個動作只要做對 只要口頭獎勵 或者是物質獎勵 甚至於就是護膜 狗很喜歡你按摩它 所以你在口頭獎勵 或者用國語說 好好 太棒 太棒 他都聽得懂 你放心 他可以感受到主人的那種開心 高興 對 主人的喜怒哀怒 他一樣會觀察得出來 但他會隨主人的喜怒哀怒 他來配合你 是 那其實像是狗狗 表現得好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的口頭的鼓勵他 或者是給他一些點心 他會非常開心 可是畢竟有些時候 他不乖 不聽話 那怎麼處罰他呢 尤其像是狼犬 覺得好像怎麼處罰他都 隔靴搔養的感覺 好 那這個我來說明一下 像如果你在家裡養一隻狗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有小便 不是當場發現的話 你千萬不要去處罰 狗他自己的主觀肝觀感當中 他會罵你說 你這個神經病怎麼突然間打我 所以你還是在原地守候 當他第二次在那個地方客廳小便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建議你 手抓著脖子 讓他的鼻子去聞到那尿 然後從屁股排到身上 誰叫你在這裡小便大聲伺候 要現行犯就對了 對 是 先換車的時候即時糾正 然後即時處罰 然後你要怎麼處理去 這個小便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用報紙 把這個尿 尿液擦起來 那擦起來以後 然後你這個報紙看你 你想在哪裡給他大小便 那你就放到那個定點 然後這個地方 原來小便要那個蘇打水 把它擦乾淨 讓它沒有味道 是 沒有味道以後 然後你這個事後 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天天這個時間 把它簽到那個報紙上 去小便習慣以後 你以後第二個禮拜以後 放掉繩子 放到什麼 他自然門關著開著 他就會進去那邊小便 所以就是給他的指令要很清楚 對 如果說已經犯了再抓過來 他已經不負記憶了 對 這樣子是不可以的 事後處罰是不行的 是 這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要責 就是處罰的時候要及時 他才記憶深刻 對 那我想這個人跟動物之間 一定有非常多感人的情意 尤其像這個影片最後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訓練師跟他的 這些狼群的夥伴們的感情 是非常深刻的 那我想跟狼群的感情 一定是更多的 那是不是可以 秦老師還跟我們分享一些 訓練師跟他們的夥伴之間 一些感人的故事呢 美國有一個有一個家庭裡面 那因為小孩子掉到池塘裡面去 那因為池塘裡面的結果 再找找不到 後來就因為家裡來養了一隻狼群 就因為透過這一隻狼群 游泳到水裡面去發覺說 這個小孩子溺水在裡面 所以救起來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在外國也有用就是說 他像在戰爭的時候 那因為他怎麼樣 他很多那個地壘是埋在水裡的 所以結果就用這個狗 狼群 新年孤狼狼群 去用水中攝影 掛在他頭部 然後讓他下去攝影 發掘哪些安排的這些水中地壘 所以把他侵止掉 是 那第三個就是這幾三個地 在極地長針裡面 你看那個影片 雪橇犬 竟然有一個科學家 他就為了發現這個硬石 然後他結果 掉到那個冰火谷裡面 也就是冷凍的冰水裡面 結果這個時候 這個新年孤一看完了 如果再這樣 他叫他不要動 然後就叫那隻Leader 就用他揹在他的繩子 讓他果爬式爬到那個地方 然後讓這個繩子交給這個科學家 然後套在一起 然後果 然後一起再整個拉 把他拉回來 所以這些英勇世界 這個科學家回去到美國 在諾貝爾在發表這些 硬石的研究論述以後 就特別講到感謝這些 雪橇犬的應有司機 真的聽到老師這樣子分享 會覺得說 好像人跟動物之間的這個情感 可以他可以建立得非常深的 尤其是我們人之間 可能都還會有些計較 可是動物跟人 他就是很純然的信任 那就想到在影片的最後 這個訓郎師他很感性的說 如果他的狗狗狄哥 可以聽得懂他的話了 他想跟他講說他愛他 然後他就是他的世界 那您跟您的夥伴 也在一起的時間也非常的久 你覺得你最後想要跟他們說的話 是什麼呢 像我對我的信念的佛洛洛洛 我當然是很疼他 那當然後來他因為老耳中了 所以沒辦法 狗的年齡也是一樣有一個界限 對 才十多歲 我就當然很捨不得 在狗的十多歲 等於我們人的一百多歲 也算是很老了 那也捨不得 去吃到農藥 回到鄉下吃到農藥 瞎了以後就死掉了 好可憐 年紀也大了 這是第一個 那一般 所以我藉著今天這個機會 讓我說說 我們人和狗其實真的 實在是好好的在一起的話 你會得到很大很大的好處 那我藉這個 剛好藉這個節目的機會 能夠呼籲我們政府單位 可以重視狼錢 在警政工作上的應用 為什麼這樣的話 因為金錢的應用 可以減少我們所謂的 這些公務人員 在執行公務當中 因公性質的機會 可以降低 那不是說我們內袋動物 人死了以後家庭會破碎 會影響很多 那麼 果死了當然就變成說比較 會認為比較沒有愛心是錯的 因為 畢竟果死了以後不會造成家庭的破碎 所以果 假如是狼錢好好的 政府單位 尤其是情質單位 或者司法單位 警察單位 能夠好應用的話 比照這些德國 或者是像現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的公安 就比我們台灣的公安 更重視狼錢的信任的應用 在警察工作上 所以他們發揮的功效 績效相當相當高 就是我期盼 政府單位能夠重視 尤其是內政部 是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剛好今天借這個機會 讓我有表達我的習慣的機會 我很感謝來參加這個節目的錄影 謝謝 那非常謝謝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我想狼狗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們最好的夥伴 就好像跟人相處一樣 我們就是用愛跟感恩心來相處 我想這就是人與人之間 跟人與動物之間最好的一種相處方式了 那再次感謝老師感恩 謝謝 謝謝 也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時間 繼續收看地球證詞 感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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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